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把侵略者肥里脱瘦 瘦里脱死 从发动甲午战争到罗沟桥事变之前 日本当权者主要靠侵略中国 勒索赔款 侵占地盘 包括占领了国民政府不抵抗而丢弃的富饶的东北 日本就是越打越富 这就促成了它极度的扩张主义性和冒险性 结果物极必反 1937年夏天日本当局发动侵华战争之后 想迅速占领华北和华中富足地区 接着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构核条件 又包括赔偿日本兵费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遇到的主要对手 却是觉醒的中国人民 尽管日军开战一年间 占领了北平天军 上海 南京 武汉 广州等中国的大城市 蹂躏了占中国人口一半 也就是两亿多人的地区 却陷入了赤酒抗战 久拖不绝 1938年内 日军在中国关内投入兵力达85万人 加上对苏联对美国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 又不得不扩充关东军和海军 发展经济的投入就只有大大缩减了 从经济统计数字看 1937年日本的国民产值大约为200亿日元 财政收入是47亿日元 当时的汇率就是一日元折合0.3美元 这一年因为日本开始了全面新华战争 就花费了33亿日元的军费 等于说国家财政收入三分之二都用来打仗了 当时日本政府靠着动员民众储蓄发行公债 勉强支持了经济正常运转 不过那个时候日本老百姓生活并不富有 拿出的急需有限 随着战争长期化 那么日本的财政就连年入不复出了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 日本当局就提出在中国以战养战 就是就地掠夺解决军费 但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一直打着僵持战 日军后方又辨然共产党领导的游戏战火炎 它的交通线输出受破坏 掠夺到的物资仅能保障日常生活供求要求的一半左右 从1939年开始 日本的经济就开始下滑了 掠夺弥补不了消耗 侵华战争又是日本的出口大受影响 1938年贸易额下降了四分之一 这对于依赖外来资源的经济也形成了沉重打击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了大半年 1938年4月 日本政府就颁发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基本方针 开始实行消费品的配置制度 从1939年到1941年 日本政府进一步压缩民用的经济 集中力量的发展军工 当时强调非常实习国民生活 对居民提出几点要求 一禁止人们相互送礼 二禁止举行私务宴会 三是禁止穿奢华服装 提倡节俭的国民服务 四是禁止乱浪费 提倡国民将余钱用于储蓄 国土小资源贫乏的日本 遇到了亿万抗日的中国居民 实行赤酒战 不仅经济下滑 在国际上也日益陷入孤立 而且受到禁运和封锁 说进退两难的日本当权者 就以一种越输越加注的赌徒心理 最后决定打击重庆政权的支持者 美国和英国 求得所谓迅速解决支那事变 结果反而愈陷愈深 加速了败亡 战后日本军事历史研究人员 根据档案材料的研究证实 说我国的国力在1938年 达到最高水平后 逐步下降 我9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 曾经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 谈起战争年代的生活 他们都回忆说 支那事变也就是1937年以前 街上的各种物资敞开供应 1939年以后 大都平常供应 粮食也定量 不过还能吃饱 进入1940年以后 到1941年太平原战争之前 普通人粮食定量就降到每天 只有350颗了 那怎么办呢 只好靠鼠类这样的杂粮补充 才能避免挨饿 很多人已经进入领养不良状态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 也就是1940年12月1日 日本天皇御人就感到 在中国战场形势不妙 就问总参谋长三三元 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 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 日本军在支那是否感到无法对付呢 实际上这时 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持久抗战 拖得疲惫不堪 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所说的 日本在败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 早已经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